我房子好多 我车子也好多 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房子 要买那么多车子呢 因为我责任太多了 我爸要一个房子 我也需要一个戏人的空间 所以我另外要买一个房子给自己一个空间 我妈跟我爸离婚 所以我也要买一个房子给我妈 詹博之一作为心理郎 他的热度经久不衰 他最低谷的事情 应该是跟谢霆锋离婚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闹得很不好看 之后的一段时间 詹博之的名气和事业都跌入谷底 那时候他为了赚钱养家庭 什么戏都接 无论主角配角给钱就演 时隔多年 詹博之凭借浪姐重回大众事业 虽然燦工被诟病不少 作为一代人的记忆 他还是被大家认可的 詹博之从小颜值就很高 出道以后一直被追捧 粉丝也很多 不强于现在的顶流小花们 可是他却在事业的黄金时期 选择和谢霆锋结婚生子 能做出这种牺牲 大概是因为 他当时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爱情 如果不是因为拍照那件事 也许他和谢霆锋现在还在一起 让人疑惑的是 谢霆锋根本就不怪他 是张博之执意要跟谢霆锋分开 自从他们离婚以后 张博之的感情动向就一直漂浮不定 也没有回应外界网络上的各种传闻 一直选择冷处理 这让网友和媒体 对张博之的感情问题更加好奇了 再一次在节目中 张博之被问到与谢霆锋分手的原因 张博之毫不扭捏地直接打倒 是因为不合适 在跟张博之离婚以后 谢霆锋倒是很快和王妃再续前缘 作为彼此的前任 各自离婚之后还能重新走到一起 想必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吧 虽然他们没有公开也没有官宣 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同时也都很好奇 为什么王妃跟谢霆锋 这么多年都不结婚呢 而王妃也给出了答案 没有约束的生活会更加自在 可能在那个每一个人都会有点生气 但是过了一两天我就忘了 我说没关系 有老公在 别哭 没关系 他哭是因为他觉得不好意思 而张博之这些年却遭受了很多非议 一个人要拉扯三个孩子长大 还得承受外界的冷嘲热讽 作为单亲妈妈也是很不容易 如果不是出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 谁不愿意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呢 有一次 儿子和张博之说想见爸爸 张博之不忍心 便带着儿子去见谢霆锋 没想到 儿子一见到谢霆锋 就像疯了一样 扑到他的怀里 谢霆锋当时就红了眼眶 可见 两人离婚受伤害最大的 还是孩子们 谢霆锋这满眼泪光 和心疼的表情 不知道王妃看到后会不会介意呢 不过当张博之生了三胎以后 谢霆锋和张博之复合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如今的结局虽不算完美 但好在都过得比较幸福 张博之收入不菲 三个孩子健康地长大 这就是最好的结局